犯了,人家反對美副老闆 麻煩 有錢啊,是不是? 發發發,學姐妹 鸡蛋 可能是機器的問題 OK 調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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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拔了新的東西才會好 好 我明白 我明白 黑不容緩 封關補港 黑不容緩 封關補港 黑不容緩 其實今天都很感謝政府部門 因為這裡都是特別會 本來我們下個星期才開 第二次的區議會 大家都知道現在的疫情 每天都 形勢是每天都在變化 盡快早一個星期開 其實有些事情都可能可以盡快去做 感謝區議局處處的配合 這麼快安排到今天的會議 在今天的會議之前 我想跟大家說 今天有些特別安排 大家都知道現在的疫情很嚴峻 為了減低風險 都希望大家入了區議會會議室之前 要下體會 剛剛應該都做了 記者媒體都要作出登記 其實都是為了減低風險 假設真是好不幸 有些甚麼事的話 登記了都可以追回紀錄 還有我們今天都不設計公眾席 今天都不想大家在這個空間 因為很多人 風險都很大 希望今天四小時內 可以完成到今天的會議 如果大家要有初所疫的話 我們區處處處都已經提供了 大家都希望大家可以配合以上的安排 還有今天都很高興 副局長到來到這裡 跟我們講一些局方的安排 但是今天因為大家都知道 疫情都很多事情他們要處理 所以他今天都會在大約四點鐘左右 就要離開今次的會議 大家也盡量我們今天的議程都盡快談 今天在開會之前 我們收到有欣啟榮議員的同事的請假 如果沒甚麼問題就規準這個請假 如果沒甚麼問題的話 我們就進入今天的討論事項 因為都知道時間很緊迫 我就建議今天大家的發言時間是三加一 即是第一輪發言有三分鐘的時間 第二輪發言追問的時候 就每人有一分鐘 大家有沒有意見對於這個發言時間 如果沒有特別的話 大家盡量在這個時間內發言 我們不如進入第一A項的討論事項 討論精用美夫翠亞三房 作武漢肺炎隔離刑一事 大家參考深水埗區議會文件 第九斜凍二十 那請五月蘭議員介紹文件 那請五月蘭議員介紹文件 其實都是在1月31日的時候 才有網民或者是傳媒看到 有人看到翠亞三房是需要住客退房 在2月3日才是拿來做一個醫療用途 直到2月1日才有食衛局 通知深水埗區議會主席 就是將這個地方用作隔離 去隔離是和患者有緊密接觸的人 我們對於這件事是非常反對的 整個過程裏面其實是缺乏諮詢的 是從來沒有通知過居民 是一個鬼鬼祟祟 亦都沒有諮詢過區議會的一個過程 如果不是有市民或者傳媒揭發 其實根本是無從得知 加上其實翠亞三房是非常接近民居 其實只要走五至十分鐘就可以去到美夫 附近有近十萬名的居民 其實亦都以老人家為主 有些抵抗力亦都比較弱 亦都有荔枝角收押所和荔枝角收押所的職員宿舍 更加只不過近在止尺 過去亦都見到有疑似病人去逃脫的事件 一旦有帶菌者逃出 其實是會有一個大規模人傳人的感染 而且其實政府亦都不是沒有地方可以選擇 但旗下亦都有很多適切的公共設施可以選擇 例如一些偏遠地方的度假營養 或者一些荒廢的舊校、院舍等等的地方 所以我們建議其實 政府亦都可以參考過去沙士的做法 是在一些人煙稀小的度假村 是讓那些和患者有緊密接觸的人 是接受強制的檢疫或者醫學監察 而不是在人煙密集的翠亞三房那裡 是做一個隔離的用途 最後政府應該要全面封關 透過在源頭倒置病源 減少懷疑感染或者已經感染的入境個案 減少有交叉感染的風險 避免造成一個嚴重的社區傳播危機 所以我們要求應該要即時封關 全面的封關 否則你是沒有染雞籠中門大開 只會有更加多的人進來 更加多的人需要使用隔離營 到時更多的隔離營都是無保衣事 以及即時撤回徵用翠亞三房的決定 所以我們在剛才也藉著這個機會 邀請副局長 在這個星期六下午三點鐘 去到美膚天橋底那裡 是跟居民回憶面 去告訴給居民知道 究竟現在發生了甚麼事 而不是整個黑箱作業的過程 然後是要求議會就這樣去贊成 謝謝主席 其他上文演的同事有沒有補充 吳月蘭議員 是就像翠亞三房 我都希望大家傳媒或是全香港市民都會議 今天政府去做這個決定 是完全漠視了市民的生命和健康 他在一個人煙密集的地方 有近十萬名在附近居住的人 而接下來你看到他是徵用了一些甚至 你不知道他已經徵用了的地方 在出入的過程之中完全沒有防範 這正正就是顯示政府現在來著 他是會怎樣做事 今天的美膚翠下三房 其實是發生著每一個地方 現在是香港可能各區都出現著的情況 希望大家不只是我們 或者是深水埗或者美膚的事 希望是全香港的事去正視這件事 另外我就要譴責一件事 就是當我們在這個反對過程之中 市民是發聲的過程 在無論星期六星期日 我們是受到過分的武力對待 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市民是不斷發出這個反對的聲音 無論在這個我們的私人地方 我不明白在這個過程之中 竟然是有警方進入村裡面 連續出這個暴力的拘捕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即是說香港連基本守衛自己的聲音 守衛自己的地方的權利 都被完全剝削 在這個過程之中 警方是露罵市民收爹收聲 而進入市民居住的地方 從警方作息的平台去拘捕 而拘捕的過程是一個暴力的行為 我是其中一個受害者 當日我陪著警方 一起走入可敵的私人地方 我們自己的地方 我平時跟居民交流的地方 而我要求他 不要作出一個不差別的拘捕 去衝向居民路 而我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亦受到拘捕 亦受到那個暴力的對待 我要顯示出來就是告訴大家 今天我們美股發生的事 是全香港會發生的事 原來捍衛自己的聲音 捍衛自己的地方 都會受到政府暴沒 這個警方的暴力對待 其實這個是深切的痛來的 在香港一個作為法治的地方 一個作為應該有言論自由 言論表達的地方 而竟然在自己一直生活 這麼多年的地方 是發生一個沒有法治的對待 希望我各位同事 或者全香港市民 我們現在面對的 不是美股的事 我們要共同努力 麻煩 其他跟市場沒有 來 張宇文 麻煩主席 其實這次的事 除了美股街坊 就很擔心 其實更加重要是顯示到 政府是完全沒有想著 將這些資訊 是講出來給其他 不論是議會 不論是當區的居民去知道 現在過了事情是三天 但是政府的回應 是流於 你每一天就是出那些新聞稿 連議員 連居民 都是要等你的新聞稿 才知道 你們準備 是要用了 是發生什麼事了 這個程序 是完全錯了 在這裏 都是再一次要求 處長或者局方 是真是來居民會 下來跟美股居民 去解釋 去釋除他的疑慮 而不是推過波 下一個議員 要我們 說服他 你們支持 這樣 這個是一個程序的問題 亦都可以見到 你們以後做事的態度 是會不會再理議會 會不會再理居民呢 這個是第一步 亦都是希望 接下來我們不再有這個事情 是堅持要諮詢 不論是議會 不論是居民 這個是一個程序的問題 希望局長處方 一定要跟從 一定要尊重議會 尊重居民 謝謝 其他實際上文件的任務補充 歡迎出席會議的代表回應 今天我們邀請到 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 徐德義醫生 衛生署高級醫生 和政府防疫注射計劃的 譚梅貴醫生 衛生署高級醫生 和應急準備及地區關係的 陳偉雲醫生 請到部長會 謝謝楊主席和感謝委員 今天我們來到和區議會 區議員會員 都是想再次解釋 免疫中心的安排 大家都了解到 這個新年冠狀病毒的疫情 一直都在發展緊 證據院都是非常關注 我相信市民、議員都是非常關注 在整個處理這些新年病毒 有公共衛生影響的情況 其實在面對和預防的策略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就是要將一些 首先確診的病人要隔離 在醫院做診斷和照顧 這個很清晰,那是要隔離 另外如果相對有些風險 它可能會透過密切接觸 去有機會接受全面的人事 我們透過檢疫方法 一個檢疫安排 令我們有足夠時間 但現在用14天去看 究竟它有沒有機會 真的染到這個病 這個檢疫過程有兩種安排 現在現存都有兩種安排 一個就是一些檢疫中心 在過去香港發生過一些疫情 我們利用過這些檢疫中心去進行過程 包括一些度假村 所謂大家都有印象 這個就是一個地方 它有一些條件令我們覺得適合做 無論它間隔、衛生設備 譬如廁所安排、通風 對周圍人士的影響 它是否適時很快可以用到 一籃子送外都會考慮 所以目前我們用的有三個檢疫中心 包括李玉門道家村、麥美浩夫人道家村 和北潭聰即西貢保良局道家庭 這三個檢疫中心 總共可以提供97個單位 到目前為止用了80個單位 所以你見到可以剩下單位的數量已經是少了 另外隨著那些個案的增加 大家透過衛生行務中心每天的公佈都知 差不多每天都有些新個個案去跟大家公佈 所以每一個新個個案 它產生的密切接觸者的數目其實一直都上升 第二個安排除了檢疫中心 就是強控制式的家居點 這個昨天都開始了 我們也要衛生署把這個家居檢疫安排 給一些在湖北回來的香港人 他們十四天之內去過湖北 所以用一套方法 包括有些衛生署人員上去跟他做一些醫療檢查 也有些衛生的指示給他 應該怎樣處理各人的衛生 也有些電話給他作詞信 也有電話去詢問究竟他健康情況 他每天要探戀兩次等等去看他的象徵 但我想再求調無論在檢疫中心也好 或者家居檢疫也好 其實這些人士第一不是確診患者 也不是懷疑患者 也沒有病徵 但在緊密的監測裡 如果發現他有象徵 比如發燒任何一些我們覺得關注的象徵 就一定會在有衛生人員的盤同下 有專車將會送去醫院 所以這也給大家知道 講回檢疫中心的安排 他的出和入都有一套人員 也有專車接送 他不會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入或出 另外就是檢疫中心 是有24小時的醫護和一些執法人員 在看著 他是不可以擅自離開 還有若果任何人士 他是違法這個檢疫令 我們可以扣製他接受檢疫的話 是有刑罰的 無論監禁或罰款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臨床傳染的考慮 我們都知道新型冠狀病毒 這個病毒是透過兩種暫時 我們看荒聞 兩種症症 一個是飛沫傳播 一個是接觸傳播 飛沫傳播講甚麼呢 即是當一個人和患者相對近距離接觸 一至兩米之內 即是六尺度之內 而患者特別有咳嗽打癡 噴出來飛沫 其中是一種同徑感染到病 第二是直接或是直接接觸 即是患者如果是分泌物 直接被人自驗到 或透過接觸物件接觸到 當然都是同徑 所以我們覺得當我們評估 要繼續找一些新的 肉毒可以使用的檢疫中心 我們考慮了很多地方 為何我們都覺得 如中義文化管治沙特房 是一個適合的地方 即是剛才那幾個條件 第一是他相對以來來說 亦都是他的間隔、空峰、衛生設施 衛生設施和寫過是適合做這件事 還有就是剛才說的原防措施 即是那些需要接受檢疫的人士 去出他入都是有人員和專車接受 亦都有24小時的醫護監察和執法人員 看著他不可以擅自離開 這個擅自離開違反 這個檢疫令是會受到憑罰的 那我就暫時解釋到這裏 謝謝主席 好,謝謝長寶局長 那接著我們就是大家發言的時間 那不如舉舉手先 看看我有哪幾個議員想發言 是,舉定不舉定 我們就分批了,好嗎? 那就順著月落 那就大約五個五個這樣 接著叫部長回應 OK 其實都很失望的,就是你的回應 我想知道呢,接下來其實 我不知道你正用,這個是你說第四個 我以坊間所知就有些酒店已經被徵用 那我就不明白究竟我們還有那二十幾個度假營 為何不被徵用 而這二十幾個度假營有一部份 甚至在長洲的 譬如岸輝,我想不問徵用的理由 因為你說翠岸番三房是需要徵用 因為他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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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過來就是那些是不適合 是否這樣意思 那些不適合的原因是甚麼呢 我正正都想知道 另外就是有長洲去長洲酒店 但為何又不徵用呢 另外我就見到我們還有很多已經關閉的樂園 樂園的酒店又不徵用呢 那些應該好像你的標準之下又符合了 另一件事就是 你進去住的人 你用甚麼界定 其實你就說他走出來我就找警察去找他 那又怎找他呢 我都想知道 即是怎樣去找警方去找到這些人回來 但他現在是逃離了 如果假設他逃離了 現在是在社區辦伐的 麻煩 有請李鎮希議員 請問一下 首先再次邀請部局長 今個星期六 是下午三點鐘 我們在微布天橋底的地方 有一個居民大會 希望局長能夠到時向居民現身說法 想說回就是 如果那裏真的有人離開了 政府會用甚麼方法去找他出來呢 會不會找對於我們政府非常忠誠勇毅的警察 找他們回來 還是怎樣呢 在現在沒有GPS的情況之下 那裏其實亦都很方便 四分鐘可以去到馬頓山 五至七分鐘可以去到美孤新村 十二分鐘可以走到荔枝角 兩分鐘就可以搭到車走到屯門元朗天水圍 十三分鐘可以去到迎輝台 十五分鐘去到華麗村 四通八達的地方 你究竟可以怎樣找到他回來呢 你又沒有GPS 那如果他走了出去 你是打電話邀請他自願的回來 你是怎樣呢 因為你現在那個罰則 其實都只不過是罰五千元和他入獄半年而已 但是你又不知道怎樣找到他回來 那究竟搞這麼多事情 又不肯用GPS的 有GPS的方法 那究竟你們是換用甚麼方法 怎樣才可以食材居民現身去 加上其實那個地方 其實是跟民居這麼接近的時候 為甚麼有一些跟民居相對遠離的地方 你反而不覺得那裡是比較適合 而且整個過程你都不去諮詢任何人 其實你們是否打算用一個先斬後袖的方式 偷偷地要住客走 然後你搬東西進去 那你就說 我們都要啟用 那到時就等大家都回不了頭 如果沒有整個過程 其實你會不會下來 去跟我們區議會 跟居民去解說呢 是不是現在其實好像被人捉到 那你現在就好像要 要過來向我們解釋 這個過程其實是很不尊重民意 當居民在自己的屋苑裡 和平表達訴求的時候 警察是可以擅闖在私人物業的地方 無差別用暴力去拘捕居民的時候 其實這個政府還是否尊重我們自己的民意呢 當有人要表達訴求的時候 你要用暴力去令到這些民意 是不能夠發聲的 所以這個過程裏面 令到大家都感受到 是一個很不尊重很被動的時候 你下來好像只不過想支援我們 多謝主席 好 跟著有請審得誠意 我先不講這些操作或技術上的問題 我只是想講 在整個抗疫這兩個禮拜裡面 我想區議會一直是和政府 很想去協助政府 去齊心抗疫 但無奈是 為何政府不視區議會為一個合作夥伴 以往都不是這樣 即是我們區議會和衛生局也好 或者甚至醫管局也好 那個合作是無間的 很多地區諮詢 很多的過程 就算多緊急也好 怎樣都會通知聲音 尤其是在一些這麼嚴謹的關頭 即是當全港的市民 當18區最少有17區區議會 都和你齊心去抗疫的時候 你竟然是放我們上台 就處一個 即是這次翠亞三房的事件 你是完全不講 不要說諮詢這些字眼 你講都沒有講 任何一些東西都沒有拿出來 即這個不是政府和區議會合作的態度 雖然我知道 由去年11月24日開始那一天 你們都應該會採取這個態度 你會覺得這班泛民主派的區議員 很刁蠻的 很難合作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希望我說錯 但如果再是這樣的合作的 關閑態度的話 你以後甚麼都不用做了 在地區 是不是這樣呢 不是的 我們都想齊心去打好這場仗 有甚麼就拿出來說 甚麼都不收收起來 現在爆發了 到了美孚出現了這麼大的問題的時候 現在還好像說 我們會考慮一男子因素 但這男子因素 你是沒有市民反對性的因素 你們又說 我們會做很多行政上 或者技術上 操作上的事 但這些呢 全部市民不知道 不知道在做甚麼 所以我真的很促請各方 不要再用這種態度 去和區議會 日後也好 今次事件也好 不要再用這種態度 和區議會 去漠視了區議會這一個 我們的功能 不過就著今次事件來說 我相信我們民協社會同事 都會反對 因為覺得今次 我們完全沒有理據 去說服我們去幫你們 去發聲 去背書 去落去地區 我們完全不覺得應該要這樣做 你要真的拿之前歸去地區 如果離區有人肯同意你的話 但對不起我們相信民協社會 一定去反對 好 接著周仁宜 謝謝主席 政府私下選了翠亞三房 一開始呢 只是通知翠亞三房的負責 沒有事前去公眾交代 更加沒有通知區議會 選址的正門 距離美股地鐵站 其實只有8至10分鐘的路程 是非常之鄰近喜夫的 防疫工作呢 若不稍一不慎的話 就會整區爆發 其實都有很多街坊 已經人心惶惑 不要只說美股 去到四小龍 長山環那邊 都很多人很關注這件事 因為都很擔心 即使美股有事 假設美股有事 人不幸 其實街坊會走的 會流動的 去回我們的整區 是搞得我們全個深水埗 以至全香港的市民 其實都是人心惶惑 香港一直都沒有隔離型的批划標準 剛才庫局都說過 更何況新疫病毒 就毫無宣例 選址的準則 其實是非常之不清楚的 和政府到底要有多少隔離縮位呢 其實是 和需要隔離多久呢 大家都說不是 這件事 和我們很憤怒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這班議員 在上星期五看到新聞 Facebook見到翠亞三房 在1月31號 issue出來的那個去訪通局 才知道這件事 那庫局 在星期六的上午 致電楊毓 就通知這件事 那不要說諮詢 諮會都已經慢了一拍 那是否代表區議會的職能 是形容虛切 市民的聲音是否不重要呢 那和真是人命有關 我們很懇請庫局 很懇請局方 快點撤回這個 翠亞三房隔離的方案 麻煩 謝謝 你談戀者的議員 謝謝議員 謝謝議員 徐道長 我是很同情你的努力 如果正如你的民間所講 其實我們現在沒有什麼反對 沒有什麼反對 其實你現在是提高的地方 是禁止一些人在裡面做一個觀察 其實這個地方可以在今天民間 這個地方 亦都可以在其他任何地方出現 因為正如你民間所講 其實你是載些人去 那些人你是拍了心口 不要離開那個所謂禁閉的地方 構思上很原理 但你聽到剛才社會議員所講的反面 我想告訴你 不要有個印象我們議員的理解是錯誤 不要有個印象覺得我們議員是丟臨的 其實幾位同事是反映了整個社區 甚至整個香港 對現在整個特區政府 在處理抗爲上的那些策略 做法上是一個不信任的一個反對 坦白說 剛才剛才我講 如果回到17年前沙斯的時候 我們是講了什麼 我們講了整個郵家會政府 和18個區政府一起聯手去抗爲 我可惜今天我看不到這個局面 看不到這個情況 就算你成立了一個獨特委員會 由民政事務局 負責去推動社區參與 或者待會有機會突然都告訴我 究竟區政府的位置在哪裏 回到這個問題上 我沒有興趣去講這個位置 是否是一個好的位置 最重要是回到整個構思上 你要我數 我可以數很多地方出來 我亦都不考試 沒有興趣 社會公園處同事都知道 我們有很多威風的一些所謂 某程度上有些類似隔離 或者是計劃工作的地方 其實是可以很多的 關鍵在於你有一個 這麼好的構思的時候 有沒有運用到 我們18區議會政府主席的平台 你說18區議會可能太膠原 一個人怎麼搞 但我想我們區議會的 政府主席這個平台 已經設立了很多年 這個就是正正樣 特區政府的施政 能夠有一個民意 在一個祖橋醞釀裏面 有一個參與 所以這個策略上的構思 我坦白說一句 如果沒有的時候 你怎樣令到我們區議會去理解 嘗試理解 受到我們社區區議會的居民 去理解 受到我們可以明白 認同你所想的一個 很好的房地的策略呢 對不起 我們要進去 進去好政府行為 覺得這麼好 我們很難支持你這六件 一些建議正如主席所說 這個今天是講在草下山堂 不可能在另外的地方 我剛剛昨天見到 我們很中心的警隊同事 建議是一些少爺警訊的會所 大家知道 食堂山堂是為止 更加是很敏感的地界 正正你看整個政府 是沒有協調的 是任你思考的 是任你思考的 這些做法是搞不定的 所以我承認那個問題 如果社會局 或特區政府 認為這個策略是需要的 請你直接去回對居民 遊說他們 我想區議會 起碼個人 我看不到我很大的動機 是為你負責 儘管可能你的選子 你一定是最差 謝謝 好 接著要再問你 好 謝謝主席 其實今天 讀到來 要我們 你又再解釋一輪 將你那些新聞稿那些 再讀一次 真是很不滿意 因為現在見到 區議會是否不幫你 不是的 在抗疫那裏 我們上個星期 甚至乎其他區議會 亦都是幫手拿副本出來 我們會買口罩 會有一些不同的抗疫用品 希望可以給到區的居民 這個是區議會 就是和大家一起 希望努力去做好抗疫的程序 但是今天 政府的態度 就是和大家說 它不會理議會的了 甚至乎 不懂得吸取粉嶺徽明村的教訓 再一次 是將所有事遮遮掩掩 打算自己做好些事 擺盤力進去 就正式開始使用這個 的翠亞山房 這個正正就是見到 局長你們是沒有尊重過民意 沒有尊重過議會 第二樣東西就是 這個翠亞山房報示 貼了出來 其實我們美股的居民 有想過 會不會是放一些醫護人員 進去做宿舍 讓他們有個休息 但問題是 原來談談一下 居民他們是不信政府的 即是你即使走出來說 只是擺醫護 他們的反應就是告訴你 喂 你說擺醫護 它是不是真的只有醫護 還是最後 用來住了其他人 又不知道 甚至乎 你今天說 會有人守住那裏 不會被那些人逃走 那些人最後又是走出來的 這個就是居民的疑慮 就是居民不信任政府 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所以希望 局長你不要再收藏自己 去打你的新聞稿 星期六 下來社區 和居民自己解釋 謝謝你 那暫時我們有六個議員發言先 請創佈互聯 葛藤主席 首先我多謝各位區議員 其實我相信你們都是 很有心在社區 去參與一齊抗疫的大方向 因為我們很深信 處理今次疫情 真的要全民香港的疫情 上下一心做才可以成功 或者我就著幾個點補充 首先在選址其中一個考慮 除了剛才我講的客觀因素 就是這個聖亞山坊 余中義和華國的前身 其實都是一個醫院 即是它有一個背景 也處理過一些有病的人 這其中一點我想額外補充 第二就是當我們說 要做一個檢疫中心 去處理一些有緊密接觸 或切接觸歷史人士 這些人士那些人是普通市民 可以是醫療人員 也可以是當區的市民 所以我們會分那個人 他什麼背景 什麼區域 他只需要幫我們審慎 在14日內做一些醫學監察 就覺得他需要一個地方 去提供醫學監察的方法 另外就是剛才有很多同時 即是議員都擔心風險的問題 就是說這些人 萬一他怎樣走出來怎麼辦呢 或者有幾點可以嘗試解釋 第一就是當他是一個自接觸者 他未進去這些檢察中心的時候 如果擔心風險 那些風險已經存在了 只不過我們將這些風險 可能要潛在風險人士 用一些方法去歸納處理 是一個檢察中心 就不是因為他進去檢察中心 他零射成為一個高歡迎的人 所以出來就靈性危險 所以確認成為我想澄清少少 當然就是檢察中心 剛才都解釋了 他有24小時的執法人員在看著 亦都盡量防止他走出來 萬一他不理法例的監控 他都要走出來 我們一定有辦法 就個不同人士找他出來 最後就是在風險的評估上 我想再講 就是剛才有人提到電子監察 這個我們在之前都解釋了 我們那套電子監察系統 就會適用一些家居 即是家居檢疫的人士 那裡就一定會用這個方法 令到一些所謂科技 IT的方法去看著他 讓我們知道他不是離開了那個範圍 他都未知 可以早點知道 如果他已經是一個有24小時的 執法人員看管的地方 就不需要用那個電子的設施 還有剛才我再解釋就是 那個人士他送進去和送出來 都是有專車接送的 也有醫護人員 適當地看著他出 即是配著他出和進去 不是他自己在公共交通 這樣行進去或者走出來 謝謝 謝謝 好 跟著還有一聲 駱培育議員 謝謝主席 就著這個新項目的選擇 其實我們都明白 現在政府沒有找地方去安置 或者去處理一些要受隔離的人 那個緊迫性 還有現在要找地方的確是很困難的 這個我們都明白 但是其實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見到就是 在這個諮詢的過程 或者是程序上面 的確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令到居民 特別是美股的居民 其實是非常擔心 事實上這個疫情 現在是令到整個 不要說是全港 全球的人 都是人心惡惡 所以任何一個地方 在自己家附近 一定是會令到大家互有擔心 所以政府其實在處理這裏 其實我覺得在經驗 或者在做上面 是有很多不足 包括譬如我們深水埗 或者區會是一個諮詢的平台 可能在時間上 當然是很緊急的 當然是知會區會主席是重要 但是當區的議員也重要 但是其實其他的區域 包括我自己 其實都沒有收過 是處方的一些訊息 會在那裏有一個隔離 我想這是一個特別的事項 現在也是存在關注的 所以在諮詢上面 那個緩度的闊度 其實是不夠的 至少你都要解釋 為何要選這裏 還有標準各方面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去聽 選一些地方的時候 那個準則是怎樣 但聽完都不太明白 更何況是居民 怎樣可以明白這些情況呢 其實需要解釋再解釋 都是未必會適存到議論的 但是都要去做 第二就是 整個的地方 即是當區的居民的一個關注 我覺得是要重視的 也都是 除了那麽多的因素論言 居民的那個聲音 都是很需要的 我們都是認為 其實無論選哪個選點 我相信大家都不是很願意 是有一些 是有機會或高風險的 一些隔離的地方 在居民附近 但是怎樣去處理 是正正在考政府 當局的一些智慧 以及怎樣令到 這件事令到居民的擔心 可能有一些是不重要 但有一些始終是重要的時候 政府怎樣去應 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都是很重要 最少 我們都沒有收過任何電話 即是 你說緊急的時候 每天都打個電話 都跟我們講 解釋 完全是沒有的 這裏其實是很大的 很大的作差和失落 所以希望政府 真的在這件事上面 是再去跟市民去解釋 或者是再跟我們議會 去跟當區也好 或者我們去更加具體 詳細去說回 究竟為何去選的地方 隨著 現在除了這個地方 還有沒有其他地方 你們都在想著 有些甚麼難度 在這裏 我想市民其實要多些資訊 才可以去理解 現在政府面對的困難 或者是怎樣去處理 麻煩主席 好 有請何嘉敏議員 麻煩主席 即是特首 常常呼籲 區議員和居民 就不要反對了 那我都呼籲 特首 其實你不要閉門做居 那大家 起碼知道甚麼事 那就少些反對聲音 對不對 整件事你說 拿來做隔離營 檢疫中心 你都知道 居民會有擔心 會有顧慮 那你有沒有考慮過 為何來解釋一下 給居民知道發生甚麼事 讓大家 個心安些 那就自然沒有那麼多反對 那你沒有做了 那人家很難支持你的 是不是 反對都很正常的 那所以其實 這個是一個安排的問題 今天 讀了美夫 明天可以讀第二道 今天這麼不幸 美夫 居民要硬吃了 那所以為甚麼 就是美夫居民這麼憤怒 就是美夫居民出來 要反對 其實連帶我們 整個深水埗區議會 都很反對政府 這一種運作模式 就是那種閉門造居 你算了算的態度 打個電話來 支援了你 我選了這裡 跟著怎樣 甚麼時候做 做甚麼 給醫護主 給確診病人主 今天才 早上有份文件 就告訴大家 我會怎樣怎樣 但其實 連文件聯 都說不清楚 現在的問題 你想想 一個政府 他的管治 連他的團隊 都走出來說不清楚 所以我們今天 好多謝劉貝玉議員 這番的說話 連文件聯 都不清楚的時候 我們怎樣支持你 真的 是吧 接著我要問局長 我想討論一個邏輯問題 即是你不懷疑他 你怎樣送他去檢疫中心呢 檢疫中心就是檢疫那些 懷疑的人 到底他有沒有確診這個病毒 但你那份文件就說 我進去的那些都不是確診和懷疑感染病人 那我招頭了 即是甚麼人呢 那些進去的時候 這個邏輯問題 我想局長 待會又回答我 即是我未想得通 或者你又解釋給我聽 另外就是選址那裡 剛才很多區議員都說了 即是這麼近迷居 現在經常偷走 偷走完就去警署自首 那個已經叫聽話了 但如果他真的走出來 一出就是美夫 美夫四通八達 去全港哪裏都行一程車 所以大家在問 你這個隔壁營是否一個合適選子 跟著玩玩手 我當他聽話 去深水埗警署自首 還是去長沙環警署自首 都玩死其他居民 就算被惹到警察 都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就是問 為何其實不可以想想其他地方 剛才說來到那些營舍 甚至解放軍軍營 又或者港中醫院 我經常都說 用解放軍軍營 祖國不是很愛香港的嗎 這時候體現你對香港的愛 解放軍可以調動 騰空各地方出來拿來做 其實都是一個很合適的選擇 最後都是那句 你何時封關 你不封關 做多少事都沒有用 是不是 死亡人 何時封關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然後有聲李文豪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副局長對現在的心情 一定是有些不理解 為何會有這麼多議員 民主陣營也好 建制派的議員也好 都表示反對 你現在還沒呼起這個隔離 我相信你是會不理解的 不如我告訴你 你們這一個政府 已經徹底失去了人民的信賴 如果看你那份 傳過來的那份文件 如果你是一個 憑之有效 有執行力的政府 其實是不會太大反應的 如果將這個時空放開 2003年 我相信反應一定沒有現在這麼難 為何去到現在這一刻 會引致到這麼大的反應 第一 你說裡面有警察 有醫護人員去看守著病人 你說那個隔離營 一定要有旅遊巴 或者有專車接訊 一些懷疑受感染 我不知道是不是懷疑 根據剛剛福啟明議員的說法 不知道你送些甚麼人進去 你說一定要有旅遊巴送進去 但是我們之前 就較早過幾個星期之前 就已經出現過逃走的個案了 醫院都一樣有警察 醫院一定是滿佈醫護人員的 他在醫院都可以走出來 然後最後還要不是你們找回他 是他自己走去警署自首的 那我怎能信得過這個隔離營 你最後找回那個病人 是他病人自己走出來 說我錯了 我想想 我還是去警署可能會好些 最後那個懷疑感染的個案 是這樣找回的 他不是給你們行之有效的制度 和那個忠誠勇毅的警隊找回的 那市民會有眼看 哎呀 那如果你在美夫的隔離營走出來 那怎麼辦 那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副局長的 就是不論甚麼原因都好 萬一美夫的隔離營不能用 我不管他甚麼原因都好 化了灰也好 甚麼都好 因為美夫的隔離營不能用 你們的後備方案 你們會選哪些地方來做隔離營 我想問你這個問題 給副局長 謝謝主席 接著李田鋒見 謝謝主席 局長 其實對抗疫的工作 講來講其實都是兩件事 第一就是態度 第二就是實務 我先處理態度的問題 很簡單 剛才很多議員同事都說了 就是政府高層 怎樣不理民意 怎樣不理區議員的意見 我已經不想講這些東西了 但我想看看 態度是屬於邏輯的問題 其實很簡單 你處理抗疫工作其實是一個流程 你的流程就是12345678 現在全香港人都叫你做123 但你又跳去做45678 那怎樣呢 我都不太明白到底 到底政府是想和大家齊心抗疫 還是走進一個平衡時空的世界 我不太明白 即是隔開了的 我們大聲聲勢力氣喊 1、2、3 但政府繼續和大家做45678 然後做了很多東西 但那些東西是沒有用的 我又不知可以怎樣處理這個態度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無論是局長還是去到特首 我都一定要正視現在這個情況 因為真的太危險了 那我又和你講一些實務的問題了 那實務的問題就是 政府經常和我們講 說要理性 要科學 我又和大家科學去理性處理 現在我看到這份文件 講了很多的選址 和一些它的使用條件 即是它怎樣準則 但它的準則 我想剛才劉沛旭議員都說 不清楚的準則 我想問一下大家的準則 例如說 如果真的用隔離營 那到底是什麼人用的呢 那些隔離營 你有沒有說 就是病者用 是親密接觸的人 即是家人去使用 是醫護人員 甚至乎對這些同事 那到底是哪些人用的呢 各自的準則 其實是怎樣的呢 這個我覺得要搞清楚 這個很重要 那第二個又是科學理性 我看到整份文件 唯一的數字 唯一的數字 就是說未來路向 就是說要建幾多個單位 就是要組房屋的 400個單位 我看到就是 那我就問了 那政府現在 在這樣的疫情裡面 大家有沒有評估過 其實要多少個縮位才有 即是不斷在 好像土地大便論一樣 開狠很多土地 又說這個要用來做隔離營 那個要用正用酒店 那其實政府 有沒有一套策略 是不是真的有評估過 現在的疫情 其實需要多少個縮位 才可以處理到呢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 在實路上 是否局方要交代清楚 好 謝謝 好 下一位是 先根本議員 謝謝主席 歡迎副局長 都希望你坐到尾 現在香港的情況就是 就好像一間屋 窗外面有很多的烏蠅 我們香港人在家裡 拍著烏蠅 你們政府不關窗 只是不斷放烏蠅 就是叫我們 我們一起去拍烏蠅 好 我們看回今早 11點半的 新的討論文件 26 齊動20 那麼第八項 就說 有一些權威的專家 表示 這個翠亞三房 就是適合的 不會影響居民 我想問 這一幫權威的專家 是什麼人 你們政府或者 當局 接下來 會不會還有些什麼 考慮 或者已經想計劃 正用做隔離營業 會不會公佈出來 那 剛才說到自我家居隔離 昨晚 通過秘書處 通知我們區議員 石見美村 和榮昌 那邊 就有兩個 各自一個單位 就是兩個單位 就自我隔離 那 昨晚收了通知 之後 很晚的 十點幾十一點 那我就 我和黃建朗議員的電話 被人轟炸 沒有教好睡 那 那 被書處通知 電郵就說 不是確診的 那兩個單位 那 我們呢 阿局長 我們同樣身處 這個世界級政府的體制之內 你們就算不對內公佈 不放這個新聞稿上網 不上這個防護中心的網 你都可不可以通知我們當區的區議員 等我們 和防署好 和一些管理公司好 我們盡可能去安排消毒 那 這個題目 都很多謝防署 今早已經消毒了 我們一起見面 那 另外 講到世界級政府 那 日本 已經將鑽石公子屋隔離 十四個做船上隔離 那 世界夢號 這個郵輪 去到台灣高雄那時候 有三個確診個案已經被拒了 被 台灣政府被拒了 那你們衛生當局 會怎樣考慮這千多人的郵輪呢 會不會做 船上隔離 還是一次過運進來我們的社區 剛才你們講到隔離只有97個床位 剩下多少床位啊 局長 麻煩答一答吧 麻煩主席 好 還有兩個議員 分別是韋滿南議員 好 多謝主席 副局長其實在醫學界 響完盛名很多年 在2003年的時候 我猜你在位的時候 都是一個執業的醫生 在2003年的教訓 我猜你在目 十七年過後 副局長明升為副局 就不知會不會由一個執業醫生 轉變為一個負責執政團隊 令你一個思維 甚至一個想法 有些錯誤 甚至跟著林斯拉 又跟著自把自為 我覺得很猛獎 過去半年裡我怎樣批評都好 他都是據自己作風 但大疫症當前 理論上全港上下一齊抗疫 一齊抗拒疫症 我不知道為什麼 林斯拉昨天說 公務員不出口罩 戴了也要脫 這是什麼態度 我不知道如果林斯拉 作為政府領導是這樣的 局長和副局 會不會跟隨他左右 都是不可以去人多地方 戴了口罩都要脫 我真的不理解他的思維 我又說到03年的時候 十八區一齊跟政府抗疫 當年的政府有什麼衣動 甚至有什麼變化 變卦都好 立刻接會十八區區議會 甚至當區區議員 甚至有些緊急事務 十八區一齊商議 一起去抗疫 這套在目的就是突然間要徵召 在李玉門道甲村做一個修容所 那些年就是一海之隔 那個遊堂的李玉門那裡 那門原本就是人煙囚蜜的地方 和很多遊客到的地方 一日之間就連續兩個月都沒有遊客到 但這件事 市民大眾很體諒 當年的特區政府因為要抗疫 但我還是不理解 為何十七年教訓 整個政府沒有吸取的經驗 就是如果有什麼衣動 會不會預先知會十八區區議會 甚至當區議員 很可惜我都是從新聞才知道 整個姚中原的文化管 原來是突然間是政府的精肉 做一個我不知道是隔離型 還是避難鎖 還是被醫護人員血色 都是楊玉主席在另一朝 早上說收到衛生署的電話 會徵用那個地方 所以令到我們 沒有說十八句 令到深水埗區議員 都很憤怒很猛狀 不知局長會再和林斯坦說說 作為一個地方的領導 作為一個地區的政府 應該帶領市民大眾一起防炎抗疫 而不是逆轉民意 大連初二吸出教訓 在粉嶺一個屋邨 新的屋邨位做隔離型 做一個渡假 在隔離型的設施都被居民憤怡起反對 但失機無神 你說隔離中原的山房 還有三房 還有一個隔離型 你又知不知居民反彈怎樣 你又知不知 在美孚新村 是一個人煙囚密區域 那裡是99座樓宇 再加上清廉縣 那裡共三個選區 那裡五萬多六萬人 那裡是一個很密集的社區 剛才發言的議員都有說 四通八達可以北可以南 可以向西走都好 都是令到很多市民 在尤美孚那裡逃離 我不敢說日後會不會做隔離型 是會逃離那裡 局長會不會好像其他議員說 你再考慮其他地方呢 譬如舉例很簡單 禮賓府 譬如十八區的警署 警察都坐警車 他不會回警署 十八區的精容警署 解放軍軍營 希望副局 慎重慎重考慮 區議員的意見 多謝議員 好,接著是王健安議員 好,多謝主席 剛剛聽到很多同事都說 有關政府的態度 很值得大家去責責 我就想有關實務少少的問題 不重複跟以前這麼多位議員說的話 其實我昨晚和憲金豪議員 都學憲金豪議員說 我們被人炸,炸到凌晨 為了寫這個 今天問你的東西 都寫到凌晨三四點 主要就是講家居隔離的問題 我們昨晚十點才收到 原來有個名單 就是接受家居隔離患者 他們在哪裏住 我們不幸運 石劫尾村和榮昌村 就中了 好了,來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們看到那個名單裏 有一個寫著檢疫最後時間 分別就是2月5日和2月8日 以我的理解就是這兩天 石劫尾村是2月5日 成榮昌村的街坊是2月8日 就是完成這個檢疫 即是家居隔離的過程 按你們的說法就是 14日要隔離14日 即是一個就是5號完 8號完 換句話說 時間推遲 就是1月20多日的時候 其實已經開始做隔離了 那為什麼你們政府2月3日 才說我們會做隔離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就是 這件事其實 如果是 我沒有理解錯過1月你開始做的話 1月30日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 那個文件是沒有提到 有強制家居隔離這件事的呢 這樣 好了 如果你說 不是有第二個說法 為什麼不公開透明 跟我們街坊去說呢 你知不知道現在這樣的做法 喂 完了就隔離完 才跟人說 原來有人正在隔離的 你才敢跟街坊說的話 你知整個社區 是有多大的好方 剛剛各位很多議員所說 我們政府種族的不透明 去徵用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做隔離營 都不止 你現在說家居隔離 竟然我們的區議員 都是昨晚才知道 在傳媒 在區議會的文件才知道 原來有人正在隔離的 這樣 我想問了 就是說 第一 這個家居隔離 局長可不可以給多些資料 我們區議員 究竟這班人是何時開始隔離的 是否真的如那個名單所寫 他們是那個日子完成 那他何時開始做呢 為何政府不在開頭的時候跟我們議員說 而是等他們隔離完就快搞定了 才去講這件事呢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不是給你機會解釋一下 整個家居隔離的運作是怎樣 不只是跟我們說 他們沒事的 他們是沒有病徵的 所以沒事 但是大家都知道前伏期這麼長 所謂的家居隔離 那些人上去的頻率有多少 其實這些種種的不透明 都令到我們的社區是和風不愛 所以我希望副局長 就著這個家居隔離的問題 你文件這個回覆我們的26 斜20都有講到 但問題是說沒事的不用擔心 問題是大家都很擔心的 整個政策 整個說法都不透明 都無謂區議員說 那你叫我們的居民 怎能夠放心呢 多謝先生 最後請楊可敏議員 好 多謝主席 剛才第一輪徐醫生的回應 我就聽不到他有沒有答到 有沒有考慮一些其他的島嶽中心 和解放軍軍營和這個廣衝醫院 我想看看他yes or no 這個額頭和零頭很快給了一個訊息 是完全沒有 我相信我們只能夠 假設是根本沒有考慮其他 這個不是正正是 現在我們面對市民面對的恐慌 面對的憤怒 為什麼我們香港人很多 有了當年沙士應對的經驗 去到今次武漢肺炎 是會這麼恐慌和憤怒呢 為什麼過往這麼多醫護 是自願入隔離病房去工作 這次是要走到去罷工走到這一步呢 因為我們面對的 不單止是面前的武漢肺炎 這個病毒的不確定性 背後還是要面對著 林鄭月娥這個777 無能無恥的毒瘤 永遠就是先考慮阿爺感受 市民就永遠排最後 你們欺救我們香港人沒有 你們欺救我們香港人醫護沒有 當年的沙士 其實我們沒有人需要擔心 是要戴口罩的 不夠口罩的 但是今天如果你看街 基本上大家都會很擔心 家裏是沒有口罩 很多市民是要通宵達彈 這樣去排隊 還未必是買到 我們看回鄰近地區 澳門 台灣 其實我們本地人 都是因為有限購令 是不需要太擔心沒有口罩 但我們香港政府做了些甚麼呢 關你又不封 口罩你又不限購 儲備量你又不講出來 價就由得商戶去抬高 為甚麼甚麼都不做 這個就是你們無能 但無能之餘 他們還要不斷用一些 無恥的藉口去掩護 這一方面當口罩不夠 就說世衛都說 一個子人是不需要戴口罩 如果你那麼聽世衛指引世衛 就說要公開催淚彈的成份 你們有沒有公開過 不斷就是適用道德勒索 我們的議員 居民和醫護 封關就是說這個歧視 罷工就說是影響病人權益 政府自己永遠就是雙重標準 非常之無恥 這次翠亞三房就是 如果你是以身作則 是用這個解放軍軍營 向中央提請 又或者用禮賓府附近的港中醫院 我相信起碼大家都會服些 但你不是 還要選一些偽封關 山靜這個深圳灣 機場和港珠澳大橋 昨天機場的入境率 立即多了50% 現在是死亡人 現在不斷是病毒地直送香港 封關只是我們盡香港政府的責任 保護香港市民 因為我們都知道是沒有能力 去面對無限量的病毒入境 但你不是 你還要不斷 明知道病人會隱瞞行蹤 都不斷地請他們來 你現在根本是推緊我們年輕人 推緊我們前線 推緊我們香港人去死 最後我想問局長他知不知 其實你知不知現在很多僱主 因為你完全不封關 是叫員工要計回深圳 我有朋友已經是這樣 知不知有些僱主是因為 沒有一個強制回到香港隔離呢 明知可能有些大陸的員工回來 都可以繼續照開工 很多市民是人心惶惶的 這些就是你們政府無能無恥 令到我們這麼多市民是很恐慌 和非常之恐懼 謝謝 有請局長請回應 多謝議員 我再次解釋確診病人 懷疑病人和密切接觸者 三個類的分別 確診病人我想大家都明白 如果一個病人接受了新型病毒的測試 那些一定是在醫院和規格的隔離病房接受 及隔離的 第二甚麼叫懷疑病人呢 就是根據衛生署情報的準則 這是在法例寫來醫療人員或醫生一定要存報 包括一些象徵和它在象徵前十四日之內的接觸史等等 象徵就是發燒或有呼吸動感染症狀或肺炎 加上十四日之內去過甚麼地方 探過甚麼高危的地方 那些準則其實隨著疫情的變化會一路修律 這些叫懷疑個案 這些亦都事必會送去醫院做一些檢查 第三,密切接觸者 衛生署在他們追蹤一些可能有機會感染到的人 是有一套準則或指引 這些人自己叫密切接觸 例如同志的家人 例如乘飛機前後一些位置或火車前後位置 它有個表列 就跟著那個 它大概定哪些是一般接觸者 哪些是密切接觸者 我們正確上由它推斷密切接觸者 它有機會病的風險一定高於一般接觸者 所以要追蹤立法為宿責 也叫實際可行 就將密切接觸者在一個特定的地方 做一些檢驗的案牌 剛才解釋過 要是去定期中心做或家居去做 這兩個案牌我們現在已經生效了 第二就是剛才有議員問 如果檢驗中心有一些執法人看著 跟醫院走出來的安排有何不同 或場景有何不同 那肯定是有不同的 公立醫院雖然有一些警官 可能在急診室會當席 但是它的責任不是做保安員 它不是肯定每一個病人都不可以離開 因為醫院不是監獄 醫院是一個開放的地方 探病的人或一病人可以自由出入 或根據醫生指引出入那個地方 相對檢驗中心的安排 執法人員在這兒 它的責任是不可以讓人離開 所以跟醫院的安排不同 所以那個例子說有些病人在醫院走了 很難自己透過找回 或他自己投案找回的情況 跟這個不可以一起相對定論 第三就是我們考慮不同的檢測 這些叫檢疫中心是因為有個時間性 因為很多人有很多電影 無論民間或內部 很多種類的建築物都有提議 當然我們身處同事 如果有些用過的他們有簽索 可以再用 剛才有同事提到一些沙士 曾經有用過的運作過 我們便用 有些未用過的 因為他要現場看環境 他不是只聽在哪裏有這個位置 他要現場看剛才那些規格 是否在防感染才可以做到 所以我們是開放態度 我們收的提議很多 但需要時間去看現場看是否適合 所以我再提到現場看 現場看是一個我們覺得適合 第一真是短期容易騰空出來 第二它前身根本是醫療 所以對那個環境 在衛生環境等等 我們覺得是合到要求 和事件上很快可以用到 好,家居的強控制的檢疫 其實剛才說是另一種玩牌 要是去中心或家居 其實他們有一整套指引 例如第一日開始時 怎樣跟他解釋、做監測 給一些健康指引 那是醫療服務的方面 另外也有一些配套 若他需要其他支援 我們會動員其他支援 提出相關支援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我忘記了是跟家居 日子,為何有些人早些緣 有些前些緣 我們做檢疫的安排 其實隨著過去這兩個星期發展 不停更新 其實是一路演變著 所以這個進行家居檢疫 暫時的對象 第一就是那些在14日之內 曾經去過湖北省香港人士 因為這班人其實不是昨天才回來的 有些可能在過去一段時間 陸續阻力 但都未過14日 所以日子有參差 也有些因為我們宣布新措施 在關口和國安衛生人說 我在湖北發 這日子都不同 所以為何今次這批在家居 接受檢疫的人士 他們完結的日子是不同的 就是這個原因 麻煩你 因為時間都3點10 那我不想去第二段時間 反而可以看 關於 不如我們有請大家 可不可以請浩月蘭議員解釋 她那個臨時動議 我不是解釋臨時動議 而是我給傳媒聽到第一件事 副署長完全沒有說 為何她不選擇其他 我先頭舉例的二十多間度假營 她沒有說原因 是不適合 她就是說 這個翠亞三方怎樣怎樣適合 而 為何仍然沒有說不徵用 一些 在這個離島的酒店 或者一些樂園的酒店 為何不適合 她仍然沒有說 她就是說 她想選出一些地方 她想選的 她就覺得這個地方是適合的 然後給了很多很多很多原因 但是她沒有考慮到 我們說的不適合 不適合因為她太接近 一個人口密度高的地方 也是全香港一個樓樓點 我希望大家傳媒去正視 希望儲長正視究竟其他地方 為何不可以作為一個隔離營 謝謝 有否補充 補充 補充 她已經擁有十七個單位 擁有八十個 當然我們可以同步的幾條 處長 你不要重複之前說的 我覺得你重複之前說的 是無意思的 去繼續找新的對的來講 因為你三次期間是用 所有的度假營 用了很多個 但是你今天是沒有的 只是選完三個之後 就要選這個 吹下三房的酒店 我完全不理解 麻煩 我想沒所謂 其實同期我們都是一些 現在用的度假營 會用一些組件方法 希望可以加大所謂用量 因為不會一兩星期就完成 都是需要終點期才達到 所以時間剩下 麻煩 我都追問一下 為何你們不會去諮詢居民 或區議會 為何決定可以繞過我們 而事後再通知我們 我明白溝通人需要 完全明白居民去 有一個感覺就是 都害怕 因為我明白 如果不是做虐療一行 對一些病患的感染 會有些恐懼 我完全理解 但同時我們很快時間要準備 支持時間和過程都繁複 因為首先要看地方 要評估 就算那地方適合 都要預備 所以很多事是同步進行 所以我們當然希望溝通可以贏 我想很快就追問 剛才說會有看 我想問有沒有看過港中醫院 有沒有看過的士來用地 很多人講 以及解放軍軍營 有沒有看過這三個地方 我只是想講港中醫院 因為他也是醫院 剛才我說 港中醫院管委怎麼考慮 因為他前身也是醫院 所以港中醫院是看過的 但因為原來他也很重要 我知道 因為他已經七六七年到光廢了 其實很多環境的因素 不會馬上進去處理 是看過的 肯定是看過的 另外那兩個都沒看過 我想問 不好意思 醫生 我想問一下 翠亞山堂 他前身是醫院 這間醫院是何時公司 即是他正式停止運動 是何時公司 1975年45年之後 你用當年一間抗疫醫院 做隔離營 其實你作為醫生 你有沒有想過有沒有問題 第二件事 他在做隔離醫院之前 他都做過監獄 我不明白選子 為何是港中醫院 或其他現在的度假清 不會適合過這一個地方 是45年前 你說他的設備 你說他附近人口如何變化 是45年前的準則 不是現在的準則 第二件事 現在這個武漢肺炎 是你醫生都不知 他到底有多恐怖 或是他遲染性有多高 第三件事 信心 你說執法者是執法 看病情 那些執法者是誰 是香港警察 所以我希望你醫生 你用法 我不說你是局長 三位醫生 你看看前線醫生 為何會今時今日 站在罷工的立場 希望你通關 你去想回這件事 至於這個選子 你回去重新想過 45年前的地方 沒有可能用來做這個抗疫的醫院 我最後給王傑文議員 再有追問 我想局副副副副副副理解錯了一個問題 我只是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為何你家居隔離 在開頭的時候 不知道會街坊 不知道會區議員 要完結的時候才跟我們說 這個問題這麼簡單 他只是說 不是開頭 開頭大家都不同 你告訴我們 為何開頭沒有跟我們說 我講完了 不好意思 真是兩句 局長 你今日未必答得完我們手下問題 但我想問一下 我們問的問題 如果你今天答不到 是否應該書面給回覆我們呢 即是給回覆我們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開會沒有意義 好 我想最後的回應 好 多謝議員 我先試一下 不然 這些資料性的東西 我們落入宣布中 我想大家放心 第二就是 關於那個家居人士的通知 或者放在那個貿易森署的網頁 這個做法其實跟這個 確診者的做法都是一樣的 我們要將人士居住的資料公佈 其實目的都是想給 就是在那個地方的人知道 怎樣加強 譬如說衛生防備 但這些接受染疫的人士的風險相對來說 一定是低於確診了的人士 希望大家理解 要先回覆一下 先回覆一下 好 民法館翠亞三房文化旅館作隔離疫 並要求政府立即全面封關 即是禁止 禁止 禁止 香港居民從中國內地進入香港 從源頭倒截病原 麻煩 這個動議的動議人是吳宇良議員 李俊希議員 跟著請何啟明議員 讀一讀你的動議 麻煩主席 鑑於武漢肺炎疫情示藥 本會要求特區政府在密室隔離中心市 應該優先使用解放軍軍營 例如石江軍營 或者迪士尼礦建預留地 兩個主題公園酒店等地方 避免病毒在人口囚密的社區散放 動議人是韓啟明議員 和議人是李俊庭議員 好 那我們就 我都想希望 部局那邊 即局幫可以聽到我們區議員的聲音 那我們都用兩個動議去 講回我們本會的立場 好 那我們就進行投票了 阿南會議員 李先生 是 李先生 對於議員動議這份文件 那個動議文件 正如我發言所講 其實是對於現在 徵用姚中央文化館那裏 作為隔離營 我們覺得政府的諮詢是不夠的 以及不能夠釋除居民的疑慮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都是有保留的 我們都不認同他這樣去做 但是因為這個動議是涉及到另外一個 就是全面封關的問題 所以在全面封關那裏 我們都認為 其實都不能夠即時一 都好像是要全面封關的 包括他裡面都考慮到 譬如有一些人 他是經過可能是內地過來 但是他是有一個醫生指揮 證明到他是沒有問題的時候 是不是要需要 他現在是全面封關 都要考慮多個因素 反而要有一個更加嚴謹的措施去處理 即現在是否全面封關我們這裏 是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這份文件 動議文件 我們是會棄權的 好 主席 好 謝謝 謝謝六位議員 好 我們有無意見投票 首先第一份 五月蘭議員提出的動議 反對的請舉手 泛爭權的請舉手 涵權的請舉手 請秘書可以宣布的結果 贊成22票,反對0票,棄權2票 宣布同意獲得通過 第二份同意何啟明的臨時同意 反對的請舉手 對於另一份文件裏面亦提到優先使用 解放軍、石江、迪士尼 我認為政府採用甚麼地點 除了這些之外更加有其他可能合適 但除了居民的意見 另外重點不是放在哪些地方 而是政府要有甚麼準則去處理 就不只是說這些點 所以在這方面 我覺得除了居民的意見 專家的意見 或者政府現在手頭上是有甚麼地方 需要更多的披露更多 是不限於這些地點 我覺得這個是客觀的去看 所以這份文件我們都是棄權的 好,謝謝徐勇 好,我們投票了 反對的請舉手 秘權的請舉手 他說為甚麼是昨晚才通知 另外我想問一問一下 想正式邀請一下 徐副部長可以 所以今個星期六 是下午三點 在未判條例 我們有一個問題 請你出席 和多區居民說 因為你知不知道 其實現在的人排口罩 是排到多長 都買不到口罩 距離民居序 只不過是100公斤 所以我請你當面下區 去跟人說 而不是這樣跟我們說 放我們幾個相桌就算了 今天星期六見了吧 到時見你了吧 真的沒得解 好完我就坐你的位